两个高度怀疑病人曾经搭高铁又坐过飞机 卫生防护中心吹中岛三个密切接触者 会安排到隔离营 不至于社会要求扩大旅客填写健康申报 政府仍然只是积极检视高铁来港乘客要健康申报 陈伟英报道 首个对病毒性肺炎呈阳性反应的病人坐高铁来香港 连日来多个专家和政党都要求政府扩大健康申报范围 除了航班以外乘客都要填健康申报表 但是政府仍然在考虑着 现在都是积极检视着我们希望可以扩大健康申报范围 就是去到高铁那里 有很多实际操作是需要考虑如何实施的 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个决定都会尽快配合到 就尽快实施 手中感染过案在星期二由武汉坐高铁G1015班次3号车厢 10D座位去到深圳北 再转搭G5607高铁2号车厢的2D座位去到西九龙站 和它同一行前后两行的乘客都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要隔离监察 其他同一车厢的乘客就是其他接触者要做医学监察 追踪到多少个呢 中心说收到乘客主动打电话报告 但是没有透露到数字 而调烟线截至凌晨12点收到12个查询 中心说两个高度怀疑病人追踪到有三个密切接触者 分别是住在马安山病人的太太 和两个分别接触了两个病人的医护 会安排入住物理号夫人度假专家的隔离营 中心说暂时维持严重应变区别 未有需要提升